第三十题 是光滑面 理论上 未能会完全转换成动能 所以沿ac往下滑的动能比较大 沿ab往下滑的动能比较小 所以a选项说 两者滑至底端的动能相同是错的 动能的计算公式是1分2mv平方 我们两个质量相同 所以动能比较大的 又表示速度比较大 那么沿ac往下滑的动能比较大 所以它的速度就会比较大 所以b选项说 两者滑至底端的速率相同是错的 而c选项说 以滑至底端速率较大是对的 诸选项 重力对甲物所做的功比较多 做工是力量乘位移 我们两个质量相同 所以重量相同 所受重力是相同的 那么乘位移 位移是要跟我们的重力平行 也就是垂直高度 那么也是一样的 所以力量一样 位移一样 所以做工就一样 所以重力对甲乙两个的做工是一样大的 但是沿ab的会被摩擦力损耗 沿ac的没有被摩擦力损耗 所以诸选项是错的 因此第三十题问我们说 试问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择是C 以滑至底端速率较大 所以我们的质量相同 我们的质量相同 我们的质量相同